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芝加哥菩提学会为主的 然后在美国地方有个别的佛教徒 今天集聚在这里 我们利用上午的时间 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开始 因为我刚刚从大陆就过来 然后这个时差还没有完全到 也是一个因缘 那么这个因缘是比较巧妙的 对吧 那么我们在座的各位 有些是已经学佛很多年了 有些呢就是刚刚加入 这个学习佛法 不管你怎么样的话 我们每个人按照佛教的这种教育来讲 都有如来藏 都有佛性 佛经里面 有一个佛经叫做《萨摩地湾经》 《萨摩地湾经》里面怎么讲呢 就是说如来藏便于所有的众生 那么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一个非法器 非法器都没有 因为我们每一个众生都具有如来藏 对吧 有了如来藏的话 它就是成佛的因 成佛的种子 那么如果它有这个因和种子的话 那整个世界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众生 他具有将来开花结果的如来藏的一个特殊的中心 那么佛教当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经典 叫做《西金刚》《戒斗戒》 它这里面怎么讲的呢 就是说 我们众生实际上跟佛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被障碍所遮障 一旦我们把障碍遣除以后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是跟佛没有什么差别 今天我开头的时候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在座的各位实际上是每个人可能智慧的顿力不同 可能有些是根基比较好的利根者 有些是比较顿根者 有些人在我们现实社会当中是福报比较深厚的 福报很好的 有些人可能福报比较浅薄 包括我们的章相 财富 文准啊 对世界的这个文化的账务啊 都程度都不是很相同的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一个原则性的 相同的地方都是人人都可以觉悟 人人都可以觉悟的这个道理呢 唯一的我们的世界上的很多的宗教当中呢 都有这个佛教当中就是讲得清楚 那么这一点我可以说有把握的 比较有自信的跟大家讲 我并不是正因为我自己是学习佛法 所以我觉得佛法很殊胜 不是这样的 我们每一个人各自的信仰都不相同的 但是对每个人呢 就是对这个宗教都有尊重 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刚才我们有一个大学研究伊斯兰教的 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就吴问她 她是西方人 我说你研究伊斯兰教的话 那么你觉得整个圣的存在到底 你自己是怎么样的 她给我一个很巧妙的方式来回答 她说很多人相信它是存在的 但她也认为自然的圣也好 自然的这种东西应该是存在的 其实这种方法是我们很多人来讲应该值得思考 你是如果是佛教徒 那么按照佛教的观点来讲 可能有些道理是比较明白的 但是非佛教徒对这个事情不一定那么的明白 如果你是基督教徒 那么基督教呢 就是他对自己的上帝也好 圣的这种概念呢是比较明白的 但是其他宗教呢不一定那么的明白 那么你是一个伊斯兰教徒 那么你呢也是对自己的这种主的人事也好 或者他的教义呢是比较明白的 但其他人不一定很明白 如果你是非佛教徒 但是你对自己的这种无生论的观点 或者说是无宗派主义的观点呢 就是比较认同的 可是其他人呢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正确的 应该是需求正理的智慧来这个判断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找到一个共同点 每一个人呢他都可以就寻找自己的信仰 在寻找自己的信仰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都要有一个很公正的智慧的立心的去判断和思考 这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今天在座的百分之九十呢 应该都是佛教徒 那么佛教徒呢 你对佛教的这种认识呢 应该是有比较前层次的一种认识方法 还有呢你对这个佛教呢 有比较深层次的认识方法 有两种情况 到底自己是深层次的认识者呢 还是比较前层次的认识者 应该自己判断自己 自己应该知道自己是什么样 比如说我追佛已经三十年四十年了 但是我对整个佛理呢 认识的程度 我自己应该清楚 你看佛经里面有这个大藏经 像按照我们藏传佛教的话呢 大概有一百多汉 一百多汉 然后论诸的话呢 就是两百多汉 那么全世界的其他的佛教的大德 高僧大德 他们所论述的这样的这种论典 或者说是这个论文的话呢 就是更多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呢 用自己的智慧和用自己的这种判断力来 就是可以选择 在这个世界上呢 就选择的是智慧的还是非智慧的 这是对我们来讲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佛教呢 不管是在西方也好 在东方也好 我们不应该呢 就是自己认为是 自己是很了不起的 自己人唯一的一种真理者 就这种说法呢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是不一定很适合的 但是我要在这里呢 要说明的是我们有个别人的话呢 可能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对任何宗教都不信 我对任何宗教都可能比较反感 其实不信仰是可以的 就是反感都是没有必要的 比如说我自己有自己的信仰佛教 但是呢 我对没有任何信仰的人呢 就是不会有反感的 我对其他的信仰宗教者呢 我不会有任何的反感的 所以我从个人而言的话呢 我是学习佛法的 但是我同样的可以尊重 每一个没有信仰的 每一个信仰这个其他宗教的 所有的这些人 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呢 每一个人应该自己有一个特别的 这种包容的这个心态 因为我们心底无事呢 就是天地况 如果自己的心呢 没有很大的执着 没有很大的这种下爱的这个思想的话呢 可能这个世界啊 今天呢就是在这里跟大家的要讲的呢 就是这个 很多人就是皈依这个佛法呢 从两方面来就是可以理解的 从一方面呢 从你自己的信心 感性 也就是说按照佛教的观点来讲 可能前世都是有这么一个因缘 那你从小的时候 不管是看到佛像也好 佛经也好 佛教当中的这个僧人的话 你自然而然都是被他吸引住的 你对他有一个特别强烈的信心 有一部分人是以这种方式来 就可能去信仰的 就有这么一个人 还有一部分呢 并不是你的这种感性 并不是你的因为信心而遮住的 而是你的什么呢 你的智慧这是在佛教的这个叫做学迹论 就寂天菩萨的学迹论当中呢就讲到了 就是有人呢以智慧来就是先这个入门的 有些人呢以自己的信心来入门的 那么以智慧来入门的这种人呢 就是通过自己的这种判断力分析力 自己的想象力就是进行去挖掘 探索去探究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会指导就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呢 比如说佛教当中所讲到的 外在的一切万事万物呢 依靠因缘而产生的 那么内在的包括我们的心啊 烦恼啊 智慧啊 这些呢有内在的这种因缘 但这些因缘呢 如果用自己的智慧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其实它刚开始呢就是有石油的存在 然后这些石油的这些东西呢 慢慢慢慢去观察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这个如梦如幻的 只有一个现象 但实际上它的真正的本体呢 都并不是很存在的 所以你在有深度的去观察的时候呢 连一个如梦如幻的这种现象呢 到最后都是真的是不存在的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们经常就是叫做是佛教的这种空性 但是佛教的空性呢 也实际上是并不是它单有的一个空性啊 就非常著名的一个论典叫做是中观根本会论 中观根本会论当中呢 龙殊菩萨是这样讲的 因为不空的法不存在 空的法呢就是也不可能存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是互相灌带的 空和不空呢是灌带的 长和短呢就是灌带的 左和右呢是灌带的 你和我也是灌带的 所有的这些灌带法呢 就互相都按你的 如果一旦就能按你的一个法 当它就是瓦解或者没有的话呢 所按你的另一个法呢就是也当下就不存在了 那这样的因缘呢 就我们所有的因缘的法呢 就是的确也是不存在的 这种道理是谁说的呢 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主的 佛教的这些成就者 或者说是觉悟者就是他说的 那么他说的这些道理呢 让我们不管是什么众生 就是在迷乱的 幻化的这个世界当中呢 让他真的要这个捂出来 我们去用自己的智慧去分析的时候呢 最终确确实实实 他说的这种道理啊 就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的 不管你是西方人 你是东方人 你看看万事万物的这种现象 对我们每个人来讲 言而闭色色的对境呢 就是确实是存在的 可是我真的是存在的这些法呢 如果我用我的智慧 或者是用圣者的这些智慧来 进行推断的时候呢 那么我的言识跟外面的设法之间的 所有的关系呢 就是到最终是没办法建立的 那么这一点 可能你们在座的有些人 没有学习过中观的话呢 也许不一定是非常的明白 但是你真的是学习了一些密法的 这个建立空性的一些道理 还有呢我们先宗的一些 关于这个中观不如空性的有些道理 已经闻思过 已经学习过的话呢 到最后的时候 就佛教里面所说的这些呢 并不是它是一种讲故事 也并不是讲一个圣话 也并不是呢 就是讲一个无中生有的道理 而是应该确确实实是 在我们实际的现实生活当中呢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样的道理呢 是我们自己的这种智慧来 每一个人都是提点的道理 就是有深度智慧的人呢 他也用深度的会碰到了这个道理 如果没有深度智慧的 或者有光度智慧的话呢 用光泛的方式来也会了解到 就是这种道理 当然这样的道理呢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 智慧的深切都不相同的 但是呢 实际上他所得到的这种结果呢 完全都是可以相同的 因此我自己呢 学习佛法这么多年以来呢 不管是在东方也好 在西方也好 在哪一个角落当中 哪一个肤色不同的人面前的话呢 我还是无有畏惧的 可以说是大胆地讲如来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教法和正法的一些道理 当我们这些正法和道理讲的时候呢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是在自己发自内心的 从智慧当中呢 认识到我们世界的这个幻觉的这个现象 当我们真正就是认识到世界的幻觉的现象的话呢 佛教里面讲什么呢 这叫做是这个解脱 就这叫做解脱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我们这里这个就讲课的话呢 并不是一个很真实的演讲 或者是也真实的一个佛教的课 但是呢 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啊 就是大家的这个智慧啊 这个水平呢 应该是挺高的 就是因此我们从一个随机的 就是简单的这个交流当中的话呢 就是大家也应该明白 就是这个佛教呢 就是它并不是是 它是一个古老的这个宗教 就仅仅是依靠我们的一种信仰来 就是建立它的宗派 就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它是依靠一个信仰来建立一个宗派的话呢 当你没有信仰的时候 用智慧来观察呢 也许把他的教理呢 就是没有办法就是 就坚持下去了 就没办法坚持下去 当一个真正的智慧的宗教的话呢 在任何一个时代 在任何一个科学的这种 理性的智慧和观察的前提下呢 它完全都是禁得起 就是所有的这些抛弃 所以这样的宗教的话呢 我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 到底是有没有 你们在座的很多人也是应该是有学问的 有知识的 应该不仅仅是依靠一种信仰来建立 当然这个信仰呢 在宗教和在佛教当中是很重要的 它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任何的信仰 你对某一个宗教和某一个这种祖师呢 带有一种浮世眼镜的这种观点来看待的话呢 也许你所看到的是不一定都是很妙的 比如说你一个人刚进来看到一个佛教徒 他就是佛教徒 这个是骗人的 这是很不合理的话呢 你第一个判断都已经把他派出门完了 那在这种思想下呢 你都不可能是进入他的世界 这是比如说我们是一个藏传佛教 我对除了藏传佛教以外的 其他的南传佛教呢 就我又派一次 我又派一次的话呢 那就我看到南传佛教的人的时候 哇 这就是藏传佛教 对我没有什么关系 甚至我看到他们的很多这样那样的错误 这样的话 那就是说明我自己是自己的问题 并不是对境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有必要 人他自身有一个特别真挚的观点 人要真挚的观点 如果没有人真挚的观点的话 也许不仅仅是我们在宗教上面的问题 实际上是我们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 也有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我对某个某个人有看法 我觉得这是人很坏 就这个人是个坏人 那这样的话 我每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就是坏人来了 就是就我 我有这种这个观点 那么他说的话 他做的事情 他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的话呢 我用我的观点来进行判断的话呢 那甚至他对你做好事的话呢 我也可能断定为他正在欺骗我 他正在诱惑我 就我有这种观点 如果我的这种观点呢 就是对每个人都是非常的平等 一丝同仁 那这样的话呢 我可能会站在就是比较合理的 就比较公正的这个立场 在这个时候呢 我对别人的判断呢是正确的 没有错误的 应该完全是合理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人呢 就是实际上是用自己的 瞎小的一些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 看待周围的这种人的时候呢 很有必要就是要反观自己 要反省自己 如果没有反省自己的话呢 你自己认为是自己是正确的 但实际上呢你自己犯了特别大的密天大罪 有这样的可能性和危险性 因此我们有时候呢 就是也可能需要用自己的这个智慧 经常要观察自己 这叫做佛教里面叫正知正念 也就是说用自己的智慧来 要观察自己的身体 观察自己的语言 观察自己的心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就是有时候自己呢 就说的语言呢 就是也不一定很正确的 自己心里面想的这些分别念呢 也不一定很正确的 那么你自己的身体 所做的有个别的行为的话呢 也许因为你的动机不好 你的心态不好的原因呢 也许是不一定很正确的 所以呢有时候呢 我们不一定是跟着自己的心走啊 有些年轻人呢 现在经常有这样的 我是自由的 我不需要任何人来阻挡控住我 我应该是跟着我的心走 跟着我的想法走 但是跟着你的想法走呢 有时候是你的智慧部的智慧者呢 就是会可能引导你是错误的方向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到最后你才发现 就是自己的整个的人生呢 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缺失和缺点 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很有必要就是有经验的人 有智慧的人的引导 每个人呢就是都需要老师 我们不要认为呢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我不需要老师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小的时候呢需要父母的这种当老师 那么你长大之后呢 需要世间的学校里面的老师 那么你在走入社会的时候呢 你也需要有一些长辈和有经验人的老师 那么我们在学习和修训的过程当中的话 也需要善知识的引导 这是非常非常的需要 因此我们今天可能要跟大家要讲一下 这个皈依佛教之后呢 我们是怎么做啊 在这方面我稍微跟大家 待会儿再讲一下吧 就我看看 这个时间是 对 还有吧 中间听两三个问题 然后我再讲后面部分 好吧 这样的话大家不累 你们谁有问题 大家谁有问题可以听 这两三个问题 没有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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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讲到明天明晨 弟子有个问题 刚才上师讲到 我们每个众生都有如来藏 而且对其他宗教的信徒也要尊重 他们也是通过他们的方式在寻找真理 那么弟子接触过一些基督教的 真正的基督教的教徒 他们不是形象上的 但他们是认为 上帝就在他们的心里面 每一个众生 他都是上 他的本质是上帝 是神 而上帝呢 他的本质呢就是爱 那么弟子想到 可能他们用这种方式呢 去寻找他们自己的如来藏 因为如来藏本身也是无尽的 慈悲无尽的智慧 也都是我们的本质 那么弟子发现 如果他们是这样的话 他们非常安住 他不会对其他的众生 有特别多的不平等 而且他都是出自于 这个爱 但是他们也是不究竟的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 凝空双欲 没有这个空性的这个了解 而且呢 弟子的迷惑就是 因为他们 他们形象上的上师呢 而不是形象上的这个上帝呢 又是一个神 是一个拟人化的神 有些人说呢 是大梵天 那么大梵天他本人呢 是一个众生 是一个轮回中间的众生 他虽然可以给这些人间的众生 一些爱 或者给一些指导 或者善恶的指导 所以他们最后要怎么样呢 才能解脱 而且他们的上帝到底是 是什么 这样的 那个 其实基督教啊 我是没有这么学过基督教 但是也看过一些书 基督教 他有很多他的一些好的这种说法吧 包括他们觉得是 所谓的这个上帝呢 他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真实的一个世间万物的创作者 也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世界的创造者 就是上帝 但是也有一些人说是我们的这个心有爱 就是这个爱实际上是上帝 但具体他们的有些说法 可能他们有他们的一些解释方法 当然有些人也说 所谓的上帝我们没办法摧彩 他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用语言来说的话 就没办法表达的不究竟 它是一种超越于我们的 语言的一种现象 我个人认为我们作为佛教徒 的确对其他的宗教 也要有尊重 这种尊重呢 不是我们为了就是 大臣某个共识 或者是 获得了一种世界的这种和平和人之间的 一些和谐和爱 不是这样的 但发自内心 就是我们对可能 其他宗教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如果你不了解的时候 你要反对其他的宗教是错误的 因为你要对其他的有些反对的话 那你一定要先了解得清楚 我也有这种看法 比如说有些人对佛教不了解 但是你一句话就派斥 就是说佛教是不正确的 佛教是迷惑人的 佛教是错误的话 那这个人的智慧是有界限的 因为像我们佛教我刚才讲的 《大藏经》有这么多 《论诸》有两百多本书 然后高僧大德们讲的 像我们藏传佛教的一个大德讲的是 大概有一百多本书 这本书里面如果我们要去学的话 一本书都是需要好长时间 才可以学完 而且学得非常深奥 我自己也在学的过程当中 我有时候是觉得很有必要 有些知识分子在学 那这个时候我们佛教一句话 两句话说是不合理的话 这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佛教徒对其他的宗教 我觉得应该值得尊重 当然我们去皈依和去医治它 就看自己 按照我们佛教的这种皈依 讲到皈依的话 那么皈依有他自己的一套完整的 这种规则 这种规则也很重要 我们现在有些佛教徒 在学习的时候 你可以广泛地学习所有的宗教 甚至没有任何信仰的一些理论 我们可以学习 但是你内心当中 作为一个佛教徒一定要自己有一个 自己的这种依处 皈依的这种处 那么这是在藏传佛教当中 著名的阿底下尊子 他讲到了皈依的时候有五个原则 那么第一个原则 一旦皈依了佛法之后 遇到生命危险 也不要涉及它 即使你获得了极大的奖赏 获得了很大的一些赏赐的话 你也不要舍弃 这是这样的第一条 那么第二一条的话 就是说你真正的皈依了佛教之后 那么你应该遇到了任何的重大的事情 你要想到佛陀 那么有些人可能想 那是不是我们佛教徒呢 所有的一切遇到困难的时候 包括生病的时候 不去看医院 就是念佛就可以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作为佛教徒呢 你生病的时候去医院 一定要去的 还有你遇到麻烦的时候 你帮照其他的这个人 但是你内心当中呢 要这个乞讨佛 就是因为佛有一种 我们人就是没办法能解决的一种力量在这里 这个这一点的话 可能有一定的智慧的人才能明白就是佛有 到底有一些超出我们想象的一些力量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佛讲导的第二条 那么第三条呢 就是自己已经皈依了佛法之后 如果自己觉得他是一个理性的 他是智慧的话呢 那么让其他有缘的众生的话呢 你也让他们就是建议 或者说介绍就是趋入这个佛门的话呢 那么对众生和对自己是有利的 那么我们作为佛教徒的话呢 我们并不是要抢别人的信徒 也并不是让非要就是很多人来就是 扩大我们的团队 这是没有 如果我们学的 我们修的不是真理的话呢 人越来越多都不好 但是如果我们学的是真理的 那么求的是真法的 那这样的话 那我们还有很多迷乱的这些众生 让他们趋入皈依的话呢 也是非常好的事情 那么这是第三条 那么第四条的话呢 平时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在信主作物当中呢 做一些对佛的供养 比如说一个佛像呢 供画啊 供像啊 供睡啊 就这样的这种行为的话呢 就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就非常有必要的 因此作为佛教徒呢 至少也是两三天之内啊 就是在自己对佛堂啊 在供佛的这种信念 就是一定要有的 这是表面上看来它是一种行事和行为 但实际上呢 就这里面有广大的这种赐量和广大的功德 那么这一点呢 你可能就很虔诚地学习佛法之后呢 才知道是供佛的功德啊 就包括我们讲那个《绵花莲花经》啊 很多佛经当中的话呢 就讲到了它的不可思议的这些功德 那么最后一条的话呢 就讲到了是什么呢 就是你去往何处的话呢 就是要顶礼这个方向的佛陀 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佛教徒呢 那么时时刻刻都是不能忘记逆佛 我们有些佛教徒好像很长时间都是根本不懂得逆佛 这是很可惜的 说实在的我自己也经常带着一个佛像 不管到出差也好 不管到弘法也好 不管到哪里自己修行的话呢 我带着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佛教徒的话呢 我跟其他的行为呢应该完全不同的 如果我的行为和我的信仰 我的一切所作所为是跟没有任何信仰的人一模一样的话呢 作为我是一个应该是比较失败的人吧 我自己这样认为的 因为我的生命当中我选择了这个佛 那么既然我选择了这个佛的话 那我的任何一个行为当中 我还是表现出一个利佛的这么一个行为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让我讲一下 关于皈依方面的一些道理吧 那么阿底下尊者在整个印度的东部和西部 当时没有能逼他的非常了不起的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大智制 那么他就归了起来 作为佛教徒的话 从五个方面要应该自己有自己的一个规则 那么这个规则 今天在座的佛教徒在以后的行为当中 我们要讲到一个道理之后 最好是这个道理在自己终生当中要用的 比如说你们这里 今天有些人是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 但是你到了五十岁 六十岁的时候 你还用这个规则 五条的话 那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有帮助的 而且你作为一个佛教徒 也是基本的规则如果不懂的话 我觉得也是比较不成功的 因此今天有个别的佛教徒 我相信很多人也许听过 但是我们在实际当中 并不是光是理论上听一下就可以 因为我们在实际上看看能不能 我们遇到什么大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舍弃三宝 这也要反问自己 然后我们遇到重要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有佛 祈祷佛来加持我 会不会这样的 但是我们第一个是寻找什么 就是皈依处 这个要观察 然后我们在心中作物当中有没有理佛的 就是这么一个习惯 我们自己皈依以后 我们按照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 我们有没有经常让别人也是进入佛门 我刚才看到我们芝加哥的个别道友 也经常在自己的学习和信仰的同时 也分享给其他人 有缘的这些人也已经同样的跟你一起学习 其实这是恩德非常大的 像我的话也是刚开始学习 学习是我从小都是学习 但是依之善知识的话 我其他的上师也是让我皈依某个上师 上师救命喷双的话 我觉得对我来讲恩德很大的 因此我们让其他人也是带进来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个刚才讲的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还是经常也需要自己的行为上跟其他有点不同的 如果跟其他人完全相同的话 在他的信仰和他的这种皈依也到底是什么样 自己也可以回答自己的问题 这是我中间讲一下 你们还有什么的话也中间再缓解一下 有什么问题 好不好 来 你来 上次好 在这边请问有些问题 三个小问题 第一个小问题 观想是不是一种迷乱 第一个 第二个 观想什么 观想是不是一种迷乱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上次在前行的寿命无常这个引导文当中 时常在讲 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次 包括上次说出城的时候到出城的时候 就是说我可能就到这边就会回来了 那么为什么在国外有一个视频叫做西云立法 西云立法就是说你的意思意思是说不好的话 他真的会把他引过来 这个如何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圆容 这是第二个小问题 第三个小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寿命是无常的话 为什么我们到学院的时候 甚至呢 法师都跟我们讲说 不要穿黑色的衣服 既然是无常 这跟黑色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是这样子 所以请上次给我开启一下 意思清楚 好 好 第一个问题 说是观想是不是迷乱的 这是从两个方面来讲 观想最究竟的角度来讲 可以说它是一种迷乱的 但是在我们世俗当中讲观想不是迷乱的 因为你观想的佛菩萨这是一个正确的信念 观想文殊菩萨 观想观世音菩萨 观想释迦牟尼佛的话它是一种正确的 但是在分别念当中有一种是 在世俗当中也是更差的 比如说我们相续当中产生的贪心 诚心 极度性 它是烦恼性的 迷乱的 更严重的 在《十量论》当中这么讲的呢 就是所有的分别念都是无明的 所有的分别念都是无明的 这是最究竟的角度来讲的 因为所有的分别念它最后不离开能取所取 就是二元的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它是带有无明性的 但是我们在世俗当中有一个迷乱 迷乱的现象和迷乱的智慧 那么这个时候智慧是对质的 就是迷乱的现象能推翻的 那么这是就像我们过河的时候要用桥或者是用船 那么过了河以后这个船是多余的 但是在过河的过程当中这个船是很需要的 所以暂时你用智慧的迷乱可以是要依靠 如果你没有它的话 就没办法推翻你更迷乱的现象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说宿命无常 宿命无常确实是我们经常要观想 包括我自己出来的时候 我这次从大陆这边出来的时候 我想我可能会不会再不回来了 我到美国最后一次 我会离开美国的时候我也会想 我可能会不会最后一次 那么这个实际上确实在无常当中是很重要的 我们经常这样观的话 总有一天你这样观的是正确的 不一定你每天想都是 今天最后一次是正确的 但实际上总有一天有这么一个现实会出现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的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话 实际上是我们现在世间上的有些人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寿命是无常的 好像认为自己可能是有几百年的寿命一样的 所作所为和他的想象 根本是非常顽固的一种想法 从这个想法来比较起来的话 我们这个寿命无常的观想有必要的 那么第二个刚才你想的是 所有的吸引力法者 其实这个它是一个逻辑学和西方学者的一种观点 但是你这样的想法 实际上并不是正因为这样就无常了 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会不会我死了 马上翻车就没有这样的 只不过吸引力法者它依靠这种心的能力 有些事情会有发生的 当然这个是善也好 恶也好 有个别事情是有这种发生的 但是因为这样的观想以后才能变成无常 这种现象是没有的 因为万事万物的这种本体它是刹那刹那灭的 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无常的世界当中 你这不管想也是实际上是无常的 所谓的吸引力法者跟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如果你没有动到这样的这种无常观念的话 很有可能你自己认为是根本不会死的 但是你死的时候你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所以在这个之前对人的这种修行就是很有很有差别的 噶登牌的一个教言里面就是讲 你给我穿最好的法 他说你也是 我也是 这个教言我们普通人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很深的 但实际上死亡无常的观念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吸引力法者有很大的差别 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冲突的 第三个我们可能有时候有些法师有些人对传著 不管是黑色也好白色也好有这种说法 但是这是个别的法师他自己的一种见解 实际上你寿命无常也好寿命不是无常的话 就是黑和白这个在某种意义上面是现在没有什么差别的 当然在某个一些传统和习俗当中 有些人觉得黑色是什么颜色 白色是什么颜色都有 但实际上我们像藏传佛教的西针怀咒 四个石叶当中西叶是白色的 怀叶是红色的 真叶是黄色的 那么柱叶也是西针怀柱里面 柱叶是黑色的 所以十叶成就的时候有穿着不同服装的 也有用着不同颜色的 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认为 啊 穿黑色的全是什么什么 穿白色的全是什么 这样也是确定不了的 因此我们在死亡无常也好 万法无常的这个路上面 有时候这个颜色也起到一些作用 但有时候的话呢 也不一定 谢谢 先生 我有个问题 好的 我叫你 我叫你 那我来自巴基斯汗 我来自巴基斯汗 我来自巴基斯汗 我感激和你的课程 或者什么你讲 我感激和那些课程 我感激和我的朋友 他在课程中 读得我 非常感动 I have a question that 我有个问题 Yes that Why When every other religion Teaching Reached to us Through different Mediums By media By great personality Like you to visiting Why not we We come to know more About Gautam Buddha Teaching We read about Him in the childhood In our school books Even some college books But we never had Attraction Direct Meeting with Personalities like you So Whatever I learnt today I am touched She was telling me But when I will go back What should I tell my children They will ask that you went there And attended The religious meeting Of Purdism What should I tell them What is the basic What are the basic difference Between Christianity or Islam Or Hinduism or whatever What is the basic How I should tell them What is the basic How I should tell them in short We have two 三千年的历史 And such 具有强大的 生命力的宗教 实际上是对人类社会 影响非常大的 所以现在的一些年轻人 如果从小都是对宗教 有一种排斥感 或者说是对宗教 有一种反对的话 在一些我们人生当中的 有些问题 现在的新的科学 没办法解决 应该是依靠一种宗教的力量来解决的话 也许人生的终极光辉 或者说是人生的重大的事情 我觉得非常有差别的 作为你可能跟孩子们介绍 基督教和一些佛教的不同的话 我们这个佛教对所有的众生 不管是人也好 动物也好 都用自己的爱来帮助他们 只要有生命的 全部用爱来维护他们 而基督教对人类 用一种爱来拥抱整个人类 所以我们可能 从慈悲心的爱的方面 就范围有一些差别的 然后我们佛教的话 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智慧方面的观察 当然这个可能基督教也许还有很多的 其他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了 就算是我们商务的法已经圆满了 哦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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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